处理做朋友的那个能量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这一次的那个满 这次这个满月发生在双子座 那双子座是你们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那个守护性也是水星 OK 那还有就是很玄很玄 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说呢 其实你们近期的那个运势 跟双子座的运势是息息相关的 是很有关系的 为什么很密切那个关系 因为我就是说嘛 因为你们的守护性是水星 所以呢 就是其实我在这一期的那个第一个video 就是双子座 他们先出 那我就说他们会有那个更 以前的那些认为的人 会有一个和解 一个和好如初的那个机会 那其实跟你们处女 你们处女处女座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要更多的性向 其实你们自己去听双子座的那些 新兴的那些分析吧 但是你们就是跟他们一样 就是说你们会有一些原谅别人的机会 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什么呢 上子座 他们就是跟一些 以前有一些小小不高兴的一些朋友 他们会可以和好如初 但是你们处女座 那个能量更加强 会强到什么的一个模样呢 就是说你们甚至可以化敌为友 化敌为友 就是不只是以前跟你们有一点不高兴的人 就是甚至是一些 很 你们已经闹翻了一些敌人 你们就是闹得很不很不很不高兴的 那些以前的那些人 你们也可以在这一个非常能量的那个环境之下 跟他们就是做 就是做为朋友 那如果我们要真的看你们的那个形象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火海 就是火星还有海王星 他们入庙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强 那个能量 那他们正在三分 在你们三七空的位置 所以就是说 你们真的可以化敌为友 跟以前真的很讨厌很讨厌的人 也可以做朋友 那么你们真的要好好去珍惜这个机会 尤其是如果对对方 他们是随性性做的 又或者是 如果你们在过去 你们嫌他们很很蠢呢 他们什么样子的 你真的 你们真的可以在这一段的日子 就是现在开始 直到我们我下一次出那个幸运 就是直到农历的十亿月尾 那就说直到下一次的那个摩羯座 幸运之前呢 你们可以跟他们化敌为友 那我就在这里 祝福你们好运咯 谢谢大家